哈喽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这款古早味,澎湖的黑糖糕 我今天用的方式是用酵母去发酵 所以它会有别于一般我们现在做的 用发粉,就是泡打粉,去制作的这种口感 那再来这个颜色要怎么做到 很深,颜色很饱和,但是又不会太甜蜜 重点就是要用炒糖的步骤来做这个黑糖蜜 再来做这个面糊 那我今天我是用这种小火,中小火的方式 把这个黑糖先把它炒到变成糕状 那你要记得就是它的火绝对不能太大 如果烟太大的时候我都会先把火先关掉 让它降一下温,但是还是要继续让它溶解 我要让它溶解成像现在你看到这种糕状之后 我们再加入热水,记得要煮沸的水 但加下去的时候要小心它会溅出来 然后会有蒸汽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选用比我这个锅子再深一点的一个尺寸 那你在倒入这个热水的时候呢 它因为会沸腾,会起泡,比较不容易满出来 那不会弄得手忙脚乱的 那因为我是掩饰的关系 所以我需要让你们看得到锅子的一个情况 我就没有去选择用比较深的锅子来示范给你们看 那我们热水倒进去之后你就是一直搅拌 搅拌到它已经比较不会再有冒泡的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开小火继续加热 我们加热到里面完全没有结块 是溶解很均匀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倒到凉杯或是一个搅拌盆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地瓜粉趁热的时候拌进去 那你如果比较不擅长搅拌这种粉类的 你不一定要用刮刀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蛋抽去搅这个面糊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不能马上加入面粉 我们要等它降温之后 大概降到45度到50度之间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酵母的关系 所以温度太高会把酵母烫死 所以一般我大概是降温到 现在你看到这种温度的范围 我才会开始进行下一个步骤 我今天用的是高筋面粉 我实际测试过高筋跟中筋 我觉得高筋面粉的口感是我最喜欢的 那一样你如果要用中筋面粉 你可以自己去用等量的中筋面粉 取代高筋面粉 那我们把这个面糊倒进去之后呢 一样先把它搅拌到粗略的均匀状 如果说你没有蛋抽 你用刮刀搅拌 这个都没有问题 没有规定一定要有什么器皿 搅拌超过一半吸收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油加进去 我今天用的是一般的那种大豆油 没有什么味道的 不要用橄榄油 然后再来花生油也可以 也挺香的 那我们把它油也大概拌一下之后呢 我准备了大概130到150之间的这个水 这个水是一个范围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水量都可以用 那因为它现在是比较稠的状态 特别它是有淀粉的 所以它很黏 那很黏的情况下 如果你一次倒很多水进去会不好搅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会把它分两到三次拌进去 那如果说你自己做完一次之后 你抓到你最喜欢的口感 你是喜欢加到比较多的那个水量 因为我是有130到150一个范围给你们参考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水量跟我们的糖浆就全部拌在一起 那你只要到最后跟面粉拌在一起就好 这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也是自己在调自己喜欢的那个杏状 所以我会有这个水的一个范围的用量给你们参考 也是这个原因 我在加水的时候 同时就会把这个酵母粉也把它拌进去 因为我是集容酵母 所以我不需要跟水溶解 如果你家用的不是集容酵母粉 你就要先让它跟你的水先溶解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拌到面糊里 这样也可以 所以你第一次操作如果不是很擅长在拌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水先用到最高量 就是我建议的150毫升的量 然后你可以跟这个糖浆先把它混合均匀 跟淀粉先混合均匀之后 再拌到面糊里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看一下我这个形状大概是这样子之后 我们把它包起来 只要均匀就好 没有结块就可以了 我们让它室温型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看你的温度 所以至少是有三倍大的一个高度就可以 所以我一开始我会做记号也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我今天这个模具是24公分的正方形 你可以选20公分的正方形 小一点的 它烤出来就比较厚 但是因为厚度比较厚的话 你要加热去蒸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是给你们参考 我实际大概蒸了有40分钟 如果你的厚度是比我的还厚 那可能要再久一点 反正你就用牙签搓它 没有疙瘩那就是熟透了 那我们第一次发酵好了之后要先把它排气 所以我会用这种搅拌刮刀 先把它挂一下之后它就会消泡 然后排气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模具里 你放到模具之后呢 我这边会建议你不要用火底的 一定要用固定的 因为很怕你在蒸的时候 那个水汽跑到底部 所以我一般我都一定是用固定模具 那再来我们把这个 因为我今天用的这个水量 我是用130毫升左右而已 所以它是偏稠的 那它的Q度就会更高 那150毫升的并不是不好吃 我也觉得好吃 它是软加Q 所以你可以去调整你喜欢的口感 那我们今天这个比较稠 所以呢它会不好刮 所以我会为了让它的高低是很均匀的 我今天用刮刀把它抹的平整一点之后 我们再来正拍它 让它再均匀一点点 那我今天这个的厚度 因为我用的模具是24x24公分的 所以大概这个厚度只有1公分 1.5公分高吧 应该不会超过2公分的厚度 那烤出来之后 最多再增加一倍的高度而已 那我们把它正拍平整均匀之后 撒上白芝麻 你也可以在快熟的时候 再开盖撒上去 再蒸个5分钟也没有问题的 那我直接把熟的芝麻撒上去 不要用生的哦 要用有炒过的这种熟芝麻 撒均匀之后呢 我的水烧开的状态 直接放到蒸锅里 我是中火 因为我水是沸腾的状态 我直接放下锅 大概蒸了有40分钟 只要蒸透了就可以了 你牙筋搓下去 只要拿起来是干净的 没有湿湿的面火 那个不要让它熟透 记得要冷却了再来切 至少是温凉的状态 因为它很热的时候 你是切不了的 它会全部黏住你的刀 因为它里面有淀粉的关系 那我现在先给你看 它现在热的状态 很Q弹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等它降温了之后 我们再来切 那切的时候呢 你一样 你要用锯齿的 或者像一般的这种 甜点刀都可以 那我是这样前后锯的方式 因为我不想压到它 因为它比较有弹性 所以它比较不是那种平行的 一刀切的方式 那我们把它切块之后 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这个煮击面 以及它这种弹性 把黑糖糕切块之后 没有吃完的密封冷冻 保存起来 你要吃的时候像馒头一样 把它蒸一下 加热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种自然发酵 这种Q弹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 我们里面用到这个水量 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给一个范围 130到150 它取决于这个Q度 你要Q加软的话 那你水分多一点 但也不能太多 所以我给了一个范围 如果不是很擅长 搅拌这种很稠的面糊 我建议你可以先 把你要用的水量 跟淀粉 跟糖浆 混合均匀之后 再把面粉拌进去 这样子你会比较好搅拌 如果你在操作上 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